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卡 美国参联会副主席约翰海顿13人说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永远不与中国开战 永远不与俄罗斯开战 因为对于我们这些国家来说 那将是可怕的一天 就在几天前 美国退役海军上将 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斯也说 我认为我们尽一切可能防止 与中国发生局势升级 乃至公开战争 这非常重要 最近美国方面强调 美中不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声音多了起来 这显然是因为两国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一线军队越靠越近 美国有了两国军队出现意外严重对峙 甚至擦枪走火的真实担心 中美走向军事对抗的风险 的确比过去上升了 根本原因还是两国的战略敌意 不断增加 户系已经降至几近为零 这个时候一旦有风把门吹的关上 对方都会认为是另一方在摔门 而一旦两国发生类似2001年的南海撞击事件 双方很难有让事件降温并且以合并方式解决的空间 然而事情搞到眼前这个样子怪谁呢 中国是无路可退的 一个中国是我们的根本原则 民进党当局要推动台独 我们不阻止能行吗 美国如果不想在台海与中国冲突 有两个办法 一是他们施压民进党当局 不许他们胡来 中美如果一起反对台独 民进党当局肯定就怂了 二是美国完全不管 那么大陆动手打击台独 美国也别插手 那样的话中美也不会在台海冲突 问题是美国在怂恿民进党当局往前拱 不断释放台湾踩底线 美国也予以支持的信号 然后又对大陆说 要防止中美所谓竞争演变成冲突 请问美国在台海搞的那一套是竞争吗 我们要奉劝华盛顿 清理一下自己的逻辑 这种政治流氓手段 中国大陆是不会吃这一套的 要中美不发生军事冲突百分之百的保障 美国必须从中国的核心利益往后退 南海自由航行从来就没有问题 但美国军舰一定要紧贴着中国岛礁航行吗 南海那么宽阔 到处都是路 非要来中国岛礁的边上找事 这哪里是航行 分明是赤裸裸的挑衅和威胁 中国人算是看透了 跟美国讲理没用 只能用实力和行动说话 老胡注意到 上面说到的美国参联会副主席海顿 在说永远不能与中国和俄罗斯开战时 特别提到 因为核战争是一件坏事 大家看到了吗 美国真正怕的是中俄的核武器 老胡的总结是 强大的军事力量 尤其是战略核力量 使得美国对与中国对抗有着深层的畏惧 在中国不去主动攻击他的情况下 他清楚要守一条不把中国逼急了 与他殊死搏斗的底线 所以中国只要真正站在自己的核心利益上 真正占有道义 我们就无所畏惧